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很多回头来时路要盖的气头 当然了喜喜多多的因缘会自己 从花莲开始 我们所感触到的花莲 这一切的都是缺乏 缺乏人才 缺乏酒鞋的资源 缺乏医疗的资源 所看到的生活在贫病老 所以成立了科难慈祭功德会 我们要救他的贫 不一定要让他身体健康 才能自力更生 病但是在这里求医 并不简单 因为医疗资源非常的缺乏 年纪一动 总是要杜绝瓶 应该要从照顾他的身体开始 所以我们来复义 是不是可以在花莲地区 帮他补充上了医疗这一款 所以我们盖医院 盖医院的过程 那样的困难不为人知 其实在回首过来 真的是很辛苦 但是医院盖起来了 要人没有人求财 真的是苦 尤其是这个地方 三地少女都一直被贩卖到西埔 天天都看到了那样的新闻 所以感觉到说 这样的社会生态不解决也不行 所以这里有人才 我们应该就地取财 那就是要教育 让他们有职业学校可以上学 所以开始规划 干学校 那副专都是一专一瓦 这样很辛苦 哇 开始建立起来 要说砖块 心血有形 每一块砖块 都滴滴心血在 要说这个 恶 血 假如是有形 那这些棚头 搅拌起来 无不得是心血 很辛苦 把副专 那个时候 我们把它建立起来 1989年 那一年就开学 那在9月17号的 学生来报到这107人 来庆祝的 多少人 两万多人 那个时候的校哥 就是多少希望 移位在我们的身旁 就是希望 这么多人的希望 都是在这孩子的生活里 多少祝福 寄托在我们的肩膀 让孩子们知道 哇 这人真大 那他们知道呢 那他们知道呢 生老病苦呢 需要 引入 和阳光 所以 希望我们这一群孩子们呢 培养出了 持怀 在罗长啊 来轻浮的那创伤 希望我们培养起来的 这种妇女 他的心啊 能把爱的心肠 展露出来 那就是第一年 从孩子来了 开始我就想 孩子还小 理想背景呢 要祝福